为什么比较多的女性甲状腺功能失调 而如何在食品或者生活上面去做调理呢 其实呢我们的甲状腺会受到很多东西的一个影响 而且呢也并不单单只有女性 其实每一个人可能都会有受到有一些的影响 所以呢在这里我来告诉大家说 有哪一些东西可能会影响你呢 比例子来说我们有发现了说 以前我们夹在了牙膏里面 有一些物质 比例子来说他会说呢 灭菌的一些物质 这些灭菌的物质呢 加在牙膏里面呢 它可能也会对你的甲状腺会带来一定性的一个影响 所以呢后来呢美国政府 他们就禁止使用了某一些的一个物质了 然后呢再来就是甲糖 很多的饮料呢 他们现在都号称是零大卡 而这些甲糖的话呢 它可能呢存在于比例子来说你的蛋糕里面啦 或者是说呢很多吃的一些冰菌也好啦 它里面都会有甲糖 就像科学证据显示出来有一些甲糖 包含 它可能就会对我的甲状腺也会有所影响 一个人身体不健康 或者是说呢 我的饮食不健康也会造成我的甲状腺的一个影响 所以的话呢最重要的一点 还是一样的一个道理 我们避免掉一些甲糖 避免掉一些会刺激我甲状腺的东西 比个例子来说 我不需要我的牙膏 那因为我吃食品里面 它就会有菌在那里面啦 所以呢最重要的一点是在于哪里呢 最重要的一点在于纤维 当我有足够的一个纤维 就会造成我比较好的一个细菌 那么 比较健康啦 你可以就比较不会有坏的菌 当我的纤维量 膳食纤维量足够的状况底下 我的全身 它都会变得比较健康 就会变得比较健康